美国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激增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日上午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3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13万例 专家认为美国各地仓促重启经济 防控措施不到位 疫情政治化等 都是造成新冠疫情蔓延的原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抗疫中的表现一直被诟病 尤其是在确诊超300万之际 他还在试图淡化疫情 美国华盛顿邮报7日一篇文章称 随着全美新冠病例数的激增 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危险未知的领域 而特朗普应该为这场国家灾难负责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专栏作家迈克格尔森 他认为作为总统的特朗普 应该最先为这场还在扩大的灾难负责 因为他一直都是新冠病毒坚定的盟友 而且他似乎对激增的病例数字毫不在意 格尔森提到早在4月份的时候 特朗普就开始批准重新开放经济的战略计划 还呼吁美国复工复产 在病例激增的时候 特朗普也没有要求州长继续封锁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阻碍他们 那些愚蠢的州长们也开始觉得经济更重要 对于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行 格尔森表示 美国人有两个选择 一是激增的病例和死亡 让美国人不得不清醒 二是有坚定决心的领导者挺身而出 并致力于将美国从疾病和死亡中解救出来 格尔森的这番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早前美国就有多位专家发出警告 称在疫情尚未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各州盲目重启 是在拿民众的生命冒险 但特朗普方面并没有听从建议 反而鼓励各州尽快重启经济 除了格尔森之外 美国多位知名人士也将疫情责任 归结为特朗普的领导 当地时间7月8日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保罗克鲁格曼研发数条推特 吐操特朗普催促复工 此前他撰文称美国对流行病的失败反应 并非源于美国文化 其真正原因在于领导层 他表示并不是美国不能胜利或者无力应对 而是特朗普及其周围的人 一直在寻求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 毕竟在11月的大选前 特朗普需要经济成绩